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比例的假设检定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以二项分配的原始的做法来解说 在解说这个母体比例检定之前 我们先介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它的符号 符号这个地方 母体比例都用一个P来表示 样本比例我们用Phead 或者是有一些版本是写一个Psample PS来表示 那么最重要的观念是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比例 比例的意思就是说占的百分比 也就是所谓的P 那么它最原始的概念 就是有两个部分 成功以及失败 就是我们在我努力实验里面的一个做法 我们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这才能够称为比例 那么现在有了二项分配的观念之后 我们做题目的时候就要注意 它其实就是要服从二项分配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例题 让来解说这个原始做法是怎么做的 有一位野鸭的猎人 他声称说 他有80%以上的命中率 在一次的列压行动之中 我们去做了一个观察 结果呢 我们发现它涉及了15次 有9次是命中 那么对于这个猎人宣称 他有0.8这个几率以上的这个命中率 我们来做一个检定 检定的一个标准是用 α是0.05来做 好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首先跟所有题目都一样 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H0 H0这个地方 P是多少呢 0.8 标准值P等于0.8 现在我们要建立对立假设 这个P 不是0.8 它0.8以上 我们当然也不能拒绝 我们只拒绝那个 它没有到达0.8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察的值 这个地方 我们一共看了15次 结果我发现的是 9次是成功的 9次是成功的 那意味着有6次是失败的 那么Phead是多少 9除以15 0.6 0.6比0.8要低哦 那么我们问各位同学 是不是就因此就这一次 就来去做了一个否定的动作呢 暂且还不忙 我们要用的是 α是0.05 来做一个检定的标准 那么α是0.05 好 现在我们摆这了以后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80%的命中率 就是代表20%的没有命中 那么它服从的是 二项分配 一共几次 15次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二项分配 如果说是N是15 几率 每一次的这个 二项分 二项实验的几率是 0.8 成功几率0.8 失败几率0.2 那它的几率分配的图 是怎么样子的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几率分配图 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 索偏的 那么这边12是最高 0.8 因为它这是 这是目前的话 期望值的位置 发生在这个位置 今天它只有9次 我们用0.05 这个的机制去减定它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定呢 现在0123456789 这9次这个几率 假设它合在一起 0.05在它的右边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 它连0.05都没到的话呢 代表的是 我们就要否定它 它就是在拒绝域的范围 0.05 我们事实上不需要先算 我们只要算这些 黄色的部分 看看它有没有超过0.05 就可以了 如果它是超过0.05 我们就暂且不能够去做否定的动作 如果它在0.05之下 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有吹牛的这嫌疑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要把这一个一个算出来 从0123456789 所以这每一个几率都是一个二项 二项分配的几率 来我们来算一下 这是符合的是BX 这是N BNP 那二项分配的这个资料 我们列出来 几率是 15取0 0.8的0次方 0.2的几次方呢 这个地方是15次方 再过来第二个是 成功一次 0.8的一次方 0.2这是失败几次 14次 一直这样加下去 加到几次呢 成功9次 失败6次 这个加起来 我们组合起来是多少 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当然这个计算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就采用Excel的一个 就是套装软体的方法 这样会比较快 现在我们来介绍如何去计算一个 这个叫做二项分配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计算式 那么首先我们在储存格上面点一下 然后我们找一个插入的函数的地方 函数的部分 那么同学的话呢 从统计的地方面去找 那各位同学找到这个没有 Binomial distribution 我们点下去就来一个确定 那上面就会有一个函数的引数 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 他们问我什么呢 实验成功的次数 这个地方 我们他这个猎人开了15枪 然后打中了这个野鸭的话呢 是中了9支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实验的成功的次数 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9 再看第二个 总共独立实验了几次 就是开了15枪 所以这里是15 我们填15 这是单次的成功的几率 那么他宣称的是 有0.8的这个成功率 所以我们这边点的是0.8 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要问我们说 他是累积的还是单次的 那当然我们刚刚是 要算的是从0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打的是 true 是的 true 打了true之后 确认 确定 我们就得到的一个数值 叫做0.061 这个地方当然还有后面 但是我们主要就是0.061 那么我们算出来以后 我们继续进入题目 好 我们算出来了 既然我们用Excel的话 算出来的是0.061 那么有没有超过0.05呢 已经超过了 0.05在哪里呢 在这边 假设在这边 0.05 它是0.061在这里 所以他们并不是在落在拒绝欲 它是落在接受欲的范围 所以我们这个观察 以这个观察来说 是否可以否定它呢 资料 还没有办法去 可以去否定它 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结论 叫做什么呢 结论不显著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采用的是二项分配的原始的方法来做 但是基本上 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很少用这样方法来做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当怎么样呢 当是大样本的时候 什么叫大样本 NP超过5 NQ超过5的时候 这两个都要同时能够符合 其实大部分的都符合 除非是有一些几率极小的 极小的是什么呢 像这个布阿松分配 布阿松分配是一个几率极低 或者是几率极高 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采用布阿松分配 不然我们都是用很常用的什么呢 Z分配来做 用Z分配 那就简单很多了 我们不需要再去 用Excel的话呢 来把那个二项分配的值算出来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Z的表来查一下 可以直接就计算出来了 而且我们几乎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大样本的问题